這一棟五站樓館的大比原宮宿舍大樓 中間有十號現金到現在已經有十多年的時間 買不出去 所以不必有人去買大櫃 裡面只有大分交話 是由大比原宮宿舍進不來 因為標收二十次都沒有人來標 所以一定要來作為原宮的擔心宿舍 交話官媒體我們就是有一個公囚 他每個禮拜都會去清廚那裡的交話宿 清廚之後他馬載就來 所以一直沒辦法 你家裡去清一遍 五天沒清 要怎麼清就去 對啦當然是要給人家大櫃 可以說收縮是最好的辦法 因為欠缺經費 所以這棟大樓有很多地方都已經破舊了 市集圍還有很多交賽 大比香港收幣市場恆明表示 若是造型收縮所使用 這些問題都可以得到改善 而且也能讓他們流動很快的完工 人家跟技術欠缺的問題在這裏改善 對啦 比較安定他們在 譬如說中部分發 不三年就要調到中部 最起碼六年以後再調其他地區 就不會流動嗎 流動比較不會那麼快 像我們現在目前 技術都在缺人 一次表秀就剩下一次 大比香港收縮大樓 馬尉原本一間四百多萬 流來到八九萬 但是也是沒人買 很幸運之處 大比的房間本來就價 所以賣八九萬 很多人也是感到最多了 沒有賤賣的關係 就是 本來賤賣到四十元 三十九百萬 土地區分也三十九百萬 因為沒有賤賣 所以說 這次改善 以後要向人家封鎖 一百零一年嘛 正式編在修繕 這一種大樓 當時的建局費用 儘管內地也有電腿 不過不賣賣 應該住人的安庁所 算是都大焦了 這真行是不是 公佈問題 做累積的安京補助 之前應該要最小的收穫才對 記者方真心 蔡翁報道